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很高兴夏凡哥哥 再次和你在空中相会咯 不知道小朋友还记不记得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 已经讲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了 而且大部分的支派已经进到他们的属地去了 这时候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过世了 百姓们虽然很真诚地回答说 他们一定会跟随耶和华 可是当约书亚死了以后 还没有经过几十年 就开始出问题了 天父爸爸是真的很疼他们呢 只要以色列人有悔改的心 天父爸爸就一次又一次地 选一个可以带领他们的人物来拯救他们 解决他们的困境了 而这个带领他们的人物就被他们称为士师 他是由审判官和联合的大将军的意思 他比较不像一个国王 好像是许多部落的一个总指挥 大酋长一样 而他们的故事 我们就记载在旧约的圣经士师记里面 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 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当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就开始各自回到自己所分的地方去 然后呢 把自己剩余的地方一一地征服回来 所以他们就求问天父爸爸说 天父爸爸 我们当中哪一个支派 应该首先去攻打迦南人呢 这个时候 天父就回答他们说 由大支派要先去 我也要把这块土地交给他们 因为这些灵性的地方 虽然很小 可是还是要小心应付的 由大族人知道自己要先去 就邀请他们的兄弟西缅族人 跟他们一块 对他们说 西缅族啊 你们跟咱们一起去吧 去到那个已经分配给我们的土地 我们一起来征服迦南人 接着 我们再跟你们 到你们分配的土地上去 帮你们打仗 于是西缅和尤大支派就联合去作战 果然 天父爸爸就把迦南人和比利西人 交在他们手中 打败了那个地方的迦南族群 后来 在耶路撒冷的附近 还抓到了 而且杀了当时的迦南王 亚多尼比瑟 据说 这个迦南王是很厉害的哦 他曾经征服七十个王 还砍掉他们的大拇指 把他们留在他的桌子底下 捡他掉下去的食物来求生 这个王被杀的时候 还回答他们说 找我过去所做的 现在上帝来报应我了 在这段时间当中 尤大祖里面有好多年轻的一代 渐渐成为新的领袖 他们陆续去攻打许多领星的区域 包括山区的 山脚下的 还有在南部干旱地区的迦南人 以及在西卜伦城的迦南人等等 尤大祖当中 有一位年轻人 厄陀涅 他表现得就十分的优异 有一次 尤大祖进攻底壁城的时候 那时底壁是被称为 激烈西服 阵况陷入胶着 尤大的领袖迦勒就说 谁攻下激烈西服 我就把我的女儿 亚萨嫁给他 这个时候 迦勒的弟弟基纳斯 他的儿子厄陀涅就这样领命 去攻下了这座城 迦勒就把女儿 亚萨嫁给他 而且在结婚那一天 亚萨还从他的父亲 迦勒那里得了一块田地 后来呢 还要求迦勒可以给他们田地 附近的泉水 就是那个上泉跟下泉 都交给了这个女儿 亚萨 而之后 这尤大人又有许多新的一代 都成为大能的勇士 尤大的团队当中呢 还有一些摩西岳父的后代的基尼人 也跟着他们一起作战 打败了很多灵星的城邦 好像是西法城的迦南人 这个地方得胜以后改名叫做荷尔玛 而迦勒又得到了西伯伦 还把巨人族亚纳族的后代 有三个大族都赶出城外 可惜呢 他们的南部 还有一些很强大的亚玛利人 以及在加萨 亚什基伦 以格伦 这些沿海有铁车的民族 就没有能赶出去 他们就这样的散居在他们当中 而变亚敏支派 也没有把住在耶路撒冷的 耶布斯人赶出去 所以耶布斯人 一直到后来都跟变亚敏人 住在一起 伊法莲和马拿西 这两个支派 他们前去征服伯特利 那个时候这个城的名字叫路斯 天父帮助他们 当他们派探子到城里去的时候 探子看到里面有一个人从城里出来 就拦住他 并且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怎么进城 我们就不伤害你 这个被拦住的人 就请求探子们一定要保护他的家人 他才愿意告诉探子这样的消息 伊法莲跟马拿西族人 就靠着这个可靠的消息 攻进了路斯城 也照着他们的承诺 留下了那个人和他的家人 而这个人呢 后来也搬离到了赫人的土地上 建了另外一座城 也把他叫做路斯来作为纪念 虽然看起来 他们大部分都是顺利的征服了 可是马拿西支派 并没有能够把住在伯善 他那 多尔 以伯连 米吉多 和附近村上的居民赶出去 那些迦南人 还是继续住在那里 只是呢 被马拿西人强迫他们 服劳役 没有赶走他们 而伊法莲之派 则是留下了 住在基瑟城的迦南人 放在他们当中 西部伦之派 没有把住在基伦 和拿哈拉城的居民赶出去 只是把他们当成奴隶 而亚瑟之派 也没有把住在雅科 西顿 亚黑拉 雅格西 黑巴 亚佛格 还有在利河的 这些居民赶出去 拿佛塔利族 则没有把住在 伯士迈 伯亚纳城的居民赶出去 也只是让他们 成为服劳役的人 还有一些更惨一点的 比如像弹智派 甚至被亚摩利人 逼上了山区 不准他们下到平原来 而这些亚摩利人 后来反而被伊法莲人 和马拿西人给征服 成为他们的奴隶了 就这样 在以色列人当中 居住了好多不同的 迦南百姓 这件事随后 有天父爸爸的使者 就来到他们当中 对以色列人民说 天父爸爸对你们说 我领你们出埃及 带你们到我许诺 给你们祖先的土地 我曾经说过 我绝不废除和你们定例的约 你们也绝不可以 和当地的居民 缔结任何条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可是 你们没有照我的话做 偏偏做了我不许的事情 让他们住在你们当中 所以 我告诉你们 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 我就不再让那些居民离开了 他们要成为你们的仇敌 他们的神明 要引诱你们 掉进陷阱当中 天父爸爸的天使 说完这些话 以色列人民都大哭起来 这时候才想起来 要难过呢 随着时间的过去 那些与约书亚 同一代的人都死了 而接下来的一代 对天父爸爸 为他们所作所为 其实越来越不清楚 就慢慢开始 不专心敬拜天父爸爸 以色列人民 一开始得罪天父爸爸 去敬拜迦南的神明 巴黎和亚斯塔路 所以天父爸爸 就向以色列人开始发怒气 就不管他们了 让他们被四围的外族所统治 让以色列人 自己没有办法去对抗敌人 当他们每一次 遭遇这么大的苦难 天父爸爸就为以色列人 指派逝师来引导他们 解救他们脱离这些侵略者 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 一次一次听从又背叛 被统治又被拯救 这些人民常常也不听从 天父爸爸所安排的事实 也不听天父爸爸的话 跑去拜别的神明了 小朋友 我们要进入世事记的故事里面 我们会提到很多 在这些混乱时代 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英雄 以色列人自己不听话 留下了好多的问题 每次明明知道 不该去拜那些神明的 可是呢 却一次一次又伤了 天父爸爸的心 可惜的是 他们的信心 每一次都是随着 每一个世事起来 过世 又开始了跟外族的信仰混杂 到底这些世事 是怎么样的人呢 头一个世事 就是我们前面有提过的 恶陀念 接下来的故事 就更精彩咯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 我们先说到这儿 下次就带你进入 世事的故事里面咯 夏范哥哥在这里跟您说 拜拜咯 别忘了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小孩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爱小孩小孩小孩你你你 爱小孩小弟完全追究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小孩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 amar我你你你你 D 爱上爱上我你她 在她心上着 一直起来想爱上爱我你她